三个叫查理的国王 让英国变成了今天的英国 王冠之众首先是物理意义上的 英国王室珠宝中有很多冠冕 流行的说法是女王有14顶王冠 其实 其中大部分都是饰品 用于非正式场合 其他女性王室成员也可以佩戴 临时向女王借用 或者由女王授权长期使用 这些并不是正式的王冠 目前使用的 严格意义上的王冠主要是两顶 圣爱德华王冠和帝国皇冠 都在女王加冕礼的 正式流程中使用 其中 圣爱德华王冠是加冕专业户 女王也仅在加冕礼上佩戴过她 女王再次见到圣爱德华王冠 要到2018年 那一年是伊丽莎白女王 加冕65周年 BBC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时隔65年后 圣爱德华王冠再次摆在了女王面前 女王端详着她说道她还是那么重吗 然后举起来颠了颠 说那时候我感觉她有上敦重 这金子也是实打实的 对吧 圣爱德华王冠的主体结构 确实是纯金打造的 加上镶嵌的珠宝 重达2.23公斤 如果不能想象 头顶圣爱德华王冠王冠的感觉 可以找个普通的发廊锅体验一下 2.23公斤 还是厚实减重厚的分量 1661年 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十加免时 佩戴重新打造的圣爱德华王冠 重达5公斤 帝国皇冠和圣爱德华王冠的形质很接近 但是主体结构用白银制作 还用了巧妙的镂空工艺 比圣爱德华王冠要轻了不少 伊丽莎白女王 在加冕里的后半城戴的就是她 但是这顶银冠依然太重了 所以加冕里结束后 女王回城时 换上了轻巧的乔治四室王冠 这是一件专门用于非正式场合的私人珠宝 此后 女王也仅在国会开幕仪式等重大场合 才会顶着帝国皇冠出席 而圣爱德华王冠 则被安静地存放在伦敦塔的王室珠宝馆中 65年间女王从未想过要见她 王冠之众 没有给女王留下美好的记忆 女王回忆加冕一世时说 带着她 你不能低头看演讲稿 你必须把演讲稿拿起来 否则你的脖子会折断 它也会掉下来 2.23公斤的物理重量 勉强还能忍受 但是王冠承载的权力之众 充满了危险 王冠跌落 折断脖子 确实发生过 那顶不讨人喜欢的圣爱德华王冠就是见证 爱德华国王1042年至1066年在位 以宗教信仰虔诚文明于世 忏悔者的称号由此而来 死后被教皇封圣 是中世纪为二的圣徒国王 另一位是200年后法国卡佩王朝的圣路易 国王清新宗教 从来都不会有什么福报 这会在后来的历史中被反复验证 爱德华的统治内外交困 他的死亡更是打开了灾难之门 继承人们为了争夺王冠的继承权大打出手 最后胜出的是国王的表亲 诺曼底公爵威廉 他以征服者的身份军临英国 史称诺曼底征服 爱德华的王冠和诺曼底王朝的制度 合成了英国王权的1.0版本 比起欧陆诸王 英国王冠的权力含金量要高出了很多 用中国当下的流行说法 英国王权更接近秦制 没有 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所有领主都要对王权效忠 征服者威廉 还对全国的土地人口进行了统计 编户齐民的成果 被称为末日审判书 以及对国王的义务 将会持续到世界的终点 英国贵族的权力也受到了高度的限制 领地分散难以连骗 还要受到郡长的监视 另外 英国贵族也没有免税权 他们缴纳的人头税比其他人更高 这是英国的一大特色 征服者威廉希望通过强化王权 抑制潜在挑战者 然而所有的君主一样 权力挑战总是来自至亲 先是威廉的长子罗伯特 向父亲举起了长矛 威廉死后更是三个成年儿子之间 大打出手 最狠的是威廉第四个儿子亨利 他在父亲厌弃后 第一时间冲进国库 称量自己的遗产 五千镑白银 后来他暗杀了自己的三哥 诺曼底王朝第二代君主 威廉二世 还把自己的大哥 德罗伯特双眼刺瞎后 监禁了二八年 如此父慈子孝 胸有地宫的戏马 在此后的英国历代王朝 反复上演 圣徒的王冠 占满了血亲相残的血污 毫无圣洁可言 不过 建主们在血泊中登上王位 自带神圣光环的圣爱德华王冠 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直到新玩家加入权力的游戏 改变了游戏规则 1649年 司徒亚特王朝的第二代君主 查理一世允命断头台 圣爱德华王冠也随之被毁 查理一世带上英国王冠 是一连串意外的结果 这要从他的父亲詹姆斯一世说起 在成为英国国王之前 詹姆斯 司徒亚特本来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 欧洲人称为中的某世 容易被误解为秦始皇设计的世系排序 其实这是翻译引起的误会 詹姆斯六世 是苏格兰司徒亚特王朝第九位君王 如果按照秦始皇的发明 那他应该叫苏九世或司徒亚特九世 詹姆斯六世的意思 仅仅是第六个詹姆斯 即第六个名叫詹姆斯的苏格兰国王 詹姆斯六世 和英国都督王朝末代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亲戚 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 是有名的童贞女王 她去世时留下遗嘱 把王位传给了詹姆斯六世 白捡一个王国 在欧洲贵族圈里也不算神奇 神奇的是 詹姆斯的英国王冠 是用母亲的命换来的 詹姆斯六世的母亲玛丽女王 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表妹 被苏格兰贵族废除后 逃到了英国 伊丽莎白女王 并不欢迎这位拥有王位继承权的表妹 将其软禁18年后 决心将其处死 由头是玛丽策划刺杀伊丽莎白女王 宝座上的女王 要处死一个被废处的女王 理由不是问题 问题是来自玛丽之子的报复 所以 伊丽莎白女王 事先向詹姆斯六世 透露了自己的意图 没想到詹姆斯的回复很直白 只要姨妈让我继承英国王位 亲妈任由姨妈处置 双方就这么愉快地谈妥了 可怜的玛丽 斯图亚特在航行台上 挨了三斧子才断气 换来了儿子的第二顶王冠 继承英国王位的詹姆斯 是第一个叫詹姆斯的国王 所以英国人称之为詹姆斯一世 但苏格兰人 还是称他为詹姆斯六世 詹姆斯带着两顶王冠 并不等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合二为一 而是共主联合 苏格兰保留了 独立的议会和行政体系 时至今日苏格兰依然保留了 很多主权和独立意识 詹姆斯一世以母换位 却没有换来愉快的统治 就政绩而言 詹姆斯一世其实干得还算不错 此时的欧陆烽火连天 詹姆斯一世执政 早期以巧妙的方式地平衡了外交关系 为英国赢得了长期和平 他还成功地实现了北美殖民事业 完成了伊丽莎白一世未经的事业 然而政绩并没有让詹姆斯一世 赢得英国人的支持 和他母亲一样 詹姆斯一世有浓厚的天主教情节 而且因其傲慢的性格 对此毫不掩饰 很不受英国掌权的新教贵族待见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联合 也造成了很多烦恼 两边的权贵争夺政务主导权 搞得矛盾重重 这让詹姆斯一世两面不讨好 因此詹姆斯执政的最后14年处于挂机状态 政务全部由宠臣操办 詹姆斯一世有龙羊之好 选择的宠臣的标准 除了相貌英俊外一无是处 因此更不得民心 司徒亚特王朝就是以这样 不得人心的方式开局了 查理一世接盘前 这个新王朝早已经阴云密布 查理一世是詹姆斯一世的次子 本来和王位无缘 他的哥哥亨利相貌堂堂 身体强健 查理又年患上勾搂病 是个病奄奄的豆芽菜 因过于雷弱 缺席了父亲的加冕典礼 挺过了勾搂病的查理 也没有良好发育 身材矮小 还有语言表达障碍 口吃不清词不达意 按照王家惯例 作为国王的次子 查理被封为约克公爵 并且按照军人的方向培养 查理八岁时 就穿上了量身定制的全身盔甲 那套小巧精致的盔甲 至今还保存在英国的博物馆中 尽管先天条件不佳 查理对并无抵触 对军事学习相当热衷 在优秀的教师帮助下 他克服了生理缺陷 颇有军人气概 查理也没有觊觎王位的野心 对父王忠诚 崇拜兄长亨利 如果按照正常轨道走下去 查理多半会以正直忠诚的约克公爵 载入史册 将在英国王室兄弟戏强的悠久传统中 可算是清流 佳化 遗憾的是 兄长亨利在18岁时疾病猝死 彻底改变了查理的命运 查理成了王位继承人 并在25岁时接过了王冠 一个优秀的约克公爵 却成了糟糕的威尔士亲王和更糟糕的国王 成功的军人教育 让查理的性格坚毅正直 却也顽固自负且容易冲动 如果查理一世是在中世纪戴上王冠 这些算不上什么缺点 中世纪的传奇偶像诗心王理查 就是这样歧视国王 然而 17世纪英国复杂的局势 即便失心王在世 恐怕也无力应对 严重缺乏个人魅力的小个子查理 更是步步踩雷 当时的英国国王要应对两大难题 第一是宗教 第二是财政 英国新教改革 早在都督王朝就宣告完成 新教成了国教 国王兼任教会领袖 这让英国王权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 这是踏入陷阱的一步 经历了残酷的镇压 古老的天主教信仰传统 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 在各个阶层都有铁杆支持者 都督王朝后期 英国已经被宗教矛盾 折腾得无烟瘴气 天主教的支持者 和新教的支持者交替掌权 陷入了一血洗血的恶性循环 问题并没有因为 斯图亚特王朝的建立而解决 反而愈发难解 教会领袖成了国王最大的负资产 在英国国内 这个神圣光荣的头衔 把王权与无解的宗教仇恨绑定 要么被新教徒仇视 要么被天主教徒敌视 看上去永无宁日 更致命的是 宗教之争直接影响了英国的国际关系 从外交结盟到王室联姻 都异常敏感 天主教国家西班牙 法国都是英国新教徒敌视的对象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宗教战争的狂热 然而 这些欧陆大国的国力都比英国要强大 开罪他们的代价 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战争是要花钱的 国王没有钱 宗教问题引发了新的财政问题 按照古老的传统 国王须以自身的收入维持国务开支 这是王权的基础 这意味着王权越是扩张 钱袋子就越捉襟见肘 教会领袖的新权力 给国王带来新裁员 远远不够支撑宗教事业的支出 所以 即便是发起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 晚年也对不断透支王室财力的神圣事业 失去了兴趣 司徒亚特王朝的君主 就更没有心情享受教会领袖的光荣 维持权力的代价过于沉重 以至于权力本身成了负担 因此 自詹姆斯仪式开始 更加积极地寻求和天主教会的和解 然而 这样得罪一半臣民的事业 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查理仪式完全不具备与之匹配的才能 他太冲动 太直率了 成为王太子后 查理仪式就开始任性作死的事业 他先是为自己策划了一场不得人心的天主教联姻 试图迎娶一位西班牙公主 连詹姆斯仪式的劝阻都置若网闻 这次相亲之旅毫不意外地出了意外 西班牙王室嫌弃查理仪式的信仰不纯 拒绝了婚事 查理灰头土脸地回到英国 却受到了伦敦人的欢呼 他们误以为这次失败的相亲 会让年轻的太子从此回心转意 查理的反应也加深了英国新教徒的误解 他却是因为求婚被拒怒法冲冠 把英国拖进了欧陆的宗教战争 毫无悬念地输掉了 比输掉战争更糟糕的是 他最终还是迎娶了一位天主教国家的公主 只是从西班牙换成了法国 苏格兰王室有和法王联姻的悠久历史 如果没有前面错误的铺垫 这场联姻不至于那么不得人心 加冕礼也没有让查理仪式变得成熟 他一如既往的横冲直撞 国王的私人钱袋子早已干扁 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查理仪式需要臣民们缴纳更多的税 这和此前的国王们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查理仪式有伊丽莎白仪式那样长袖善务 连红带虎的让一会批准新的税收并非不可能 然而他没有伊丽莎白仪式堪比莎士比亚的巧舌如簧 只有糟糕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冲动的性格 这让一切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 查理仪式索性踢开了一会自行其事 至于钱袋子只能仰赖旁门左道 出售爵位 王室专卖权 司法罚款等等王室祖传手艺统统用上了 但是最后还是不能维持巨大的国防开支 不得不重开议会 实际上 国王的要求并不过分 内陆地区开征海防税已增加海上力量 新增税收已维持一支长辈陆军 只是重开的议会比被关掉的那次更糟糕 积累多年的怨气 让国王变得更不得人心 无论国王的要求合理与否 议员们都不想满足他 结果可想而知 两面翻脸 国王和自家议会开战了 这场内战的过程意外复杂 结果倒是干脆 查理仪式兵败 经历了背叛和一场量身定做的审判 和祖母玛丽女王一样死在了行刑台上 但是玛丽女王已废处之身 在少数大贵族面前被斩首 而查理仪式已在位国王的身份 在大众瞩目和欢呼中丢掉了脑袋 圣爱德华王冠跌落了 查理仪式在死亡时骂作暴君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超过圣爱德华王冠的历代传人 他搞的王室专卖权 比不过伊丽莎白仪式 这位备受爱戴的女王志向 出售扑克牌都需要王室许可 为了争夺两种酒类的专卖权 女王的两位情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夺 甚至引发了一场未遂政变 论杀人夺才的手艺 查理仪式远远不及 伊丽莎白仪式的父亲亨利八世 这位宗教改革之王 洗劫了全英格兰的教堂和修道院 毁灭了很多名门大族 罪名五花八门 从叛国到与王后私通 或协助王后私通 他有过六段婚姻 一个被幽禁虐待 一个被砍了头 还有一个是绞刑 自戴绿帽也不算什么 唯一真正称得上货真价实的暴行 要属亲自带领卫兵到议会逮捕议员 议会对此嫌恨不已 可是 和议员们自己创造的暴军相比 查理仪式根本不算什么 查理的人头落地后 内战英雄克伦威尔 很快就成了英格兰的无冕之王 克伦威尔是战胜国王的英雄 虔诚的新教徒 攫取权力可谓顺理成章 但是 他却和国王一样 想要一支长辈军 用于神圣的宗教事业 议会长老们不愿意给国王的 也不愿意给克伦威尔 但克伦威尔可以自己拿 他带到议会的军人 可不是国王卫兑那种样子货 而是货真价实的铁军 这一次议会没有任何抵抗 解散了事 克伦威尔不仅如愿组建了常备军 顺便把王冠也拿走了 但他并没有把圣爱德华王冠 带在头上 而是把他拆解融化 铸成了金币 克伦威尔不需要王冠 他自称护国公 组建一个由军人主导的政权 最辉煌的战绩 是征服并惩罚了邪恶的天主教 邻居爱尔兰人 创下了屠杀大半个国家的辉煌战绩 他对外战争的辉煌战绩 则是战胜了荷兰 虽然荷兰也是新教国家 但也是英国的经济竞争对手 克伦威尔并不手软 这些辉煌战绩 一度让英国人心满意足 克伦威尔做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纯正新教铁血上物 司徒亚特王朝做不到的 克伦威尔都做到了 然而 英国人很快就发现 自己理想的统治 是如此难以忍受 护国公时代的英国 竟遇到令人窒息 九四勾篮 赌博打牌都属于宗教禁忌 被严格禁止 前程总是别人家的好 真轮到自己了 才知道有多么痛苦 护国公的武功也不是免费的 和一回闹翻后 护国公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 还是杀人夺才的传统勾当 长期被迫害的天主教徒 已经没有多少游说 护国公盯上了富裕的新教徒 前议员伙伴们就是县城的肥鸡 查理一世垮台时 议会大约有450名议员 经过护国公时代的清洗 死的死 亡的亡 最终只剩下15个幸存者 那些死难 逃亡者留下的财产 和王室财产一样 都被瓜分 拍卖 变成了护国公的军费 要知道当初查理一世 气势汹汹的亲自逮捕 名单上只有12名或8名议员而已 尽管护国公的统治 让人难以忍受 国内局势一直处于动荡 但是他的权力是稳固的 英国人自己制造了真正暴君 深知他的厉害 只能吞下苦果 但和所有的暴君一样 克伦威尔把权力细于一身 也就人亡正习的结局 也就无可避免 1658年9月 克伦威尔去世 他的儿子小克伦威尔 继任护国公 不到一年就被赶下台 1660年 查理又回来了 换了一个年轻的面孔 克伦威尔砸烂王冠 倒成为无冕之王的护国公 用了将近四年时间 而他死后不过一年 司徒亚特王朝就复辟了 实际上 1659年重开的英国议会 已经宣布复辟君主制 此时继任国王查理二世 还没有和议会代表达成协议 英国议会和民众的急切心情 可见一斑 好在查理二世 没有继承他父亲的顽固 宽容随和的性格 减少很多谈判障碍 查理二世的早年经历 充满了坎坷痛苦 为了逃离英国九死一生 查理二世身高1.9米 皮肤有黑 在人群中很是显眼 克伦威尔严密的统治和高额悬赏 逃亡难度可想而知 在很多底层天主教徒平民的帮助之下 才得以逃离英国 他曾经在一棵橡树上躲避搜查 所以后来英国有很多地方都宣称自家的橡树 是那棵传奇的皇家橡树 他还假扮过侨夫和仆人蒙混过关 这都是历代英国君主无法想象的经历 逃到欧洲后 查理的日子也不好过 曾经穷得只剩下一件衬衫 最落魄时 靠弟弟出门打工勉强度日 查理过于高大的身形 很容易暴露身份 他的富国大业没有经济基础 忙于给潜在的支持者或投资者写信 要求帮助 虽然查理没有成为打工王 却获得了乞丐王的美称 这些经历让查理二世成为了英国历史上 最为独特的国王之一 在和议会就复辟条件讨价还价时 查理二世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原则性 他同意把杀父之仇的报复 控制在最低限度 即只为首恶赦免其余 这让胆战心惊的英国人 安心接纳他的回归 但查理二世坚持宗教宽容 让每个英国人在信仰领域都有良心上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 他放弃追讨被瓜分拍卖的王家地产 接受议会每年拨款作为补偿 这项妥协的意义重大 因为这意味着英国王室 从此成为了议会的打工人 再也不能随意解散议会自行其事 这些内容最后形成了复辟时发表的 布雷达宣言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现在财政问题基本上被扔给了议会 国王要收拾宗教烂摊子 逃亡中的种种遭遇 他对宗教宽容有了深刻的认识 查理二世治下 清教徒的清规戒律一扫而空 英国恢复了欢乐的气氛 查理二世本人也以诙谐幽默著称 尤其喜欢微服私访 出没于小酒吧和妓院 所以他后来被英国人称为欢乐王 一半是感激他为英国重新带来欢乐 另一半则是讥笑他是个肤浅的享乐主义者 查理二世确实是个享乐主义者 他以好色著称 可证实的情妇有十四位 留下了大把的私生子 但是他并不肤浅 他的王后无法生育 没有留下合法的子嗣 无数人建议他离婚换季 但是他拒绝了 既是出于对王后的怜爱 也是为了避免国民 对亨利八世的联想 这位暴君的宗教改革 初衷就是为了离婚换妻 查理二世看似完事不公 不经意间冒出来的俏皮话 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他对大臣们说 各位先生 我很抱歉将在此时死去 婉转地表达了 对王位继承人 弟弟詹姆斯的忧虑 查理二世喜欢弟弟 但他对詹姆斯 热心天主教的宗教热情 是不放心的 不过 他并没有拼着老命 给弟弟留下最后的教会 在私人遗嘱部分 他只要求弟弟 善待他的情妇 一位是高贵的女公爵 另一位则是妓女出身 一个明智的君主 从不要求别人 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改变宗教热情 这是国王詹姆斯二世 做不到的 善待兄长的情妇 是弟弟詹姆斯能够做到的 查理二世配不上伟大 却足够明智 他没有让斯图亚特王朝 千秋万代的宏伟追求 但是他让国民享受了一段快乐的太平盛世 当欢乐王死讯传出后 伦敦乃至整个英国都陷入了悲痛 这个经常被国民揶揄的国王 也被国民惩治地哀悼 一个一度亡国的王子 和半数以上的国民 都有杀父之仇的国王 能有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 查理二世在复辟时 重新打造了圣爱德华王冠 仅主体结构就重达2公斤以上 加上各种附件 宝石 重达5公斤 这个重量对1.9米的巨人查理 也显得过于沉重了 虽然没有原版圣爱德华王冠的精确数据记录 但是根据传世的画像 和同时代王冠饰品的性质推测 重制版的圣爱德华王冠 与原版不能说是相似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这仅仅是欢乐王为了补偿困苦早年 经历的恶意炫富 还是为了提醒自己王冠之重 不得而知 我们所知道的是 王冠变得沉重后 英国国王的王权却在迅速变清 历史学家的知识谱系中 将这一过程描绘得如计划般的运行丝画 然而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事业终于翻车 他完全有实力再次掀起一次内战 却放弃了 王权曾经压断了其父的脖子 詹姆斯二世不想重蹈覆辙 王冠被转交给了女儿女婿 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成为了联合君主 史称光荣革命 最大成果是一系列限制王权的立法 按照教科书式的经典说法 这些立法奠定了英国现代政治的基础 这种说法就像 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 一样可爱天真 立法限制统治者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统治者为什么会甘愿受到限制 王室接受这些限制性 很大程度是因为 新任国王和女王的个人因素 玛丽对政治毫无兴趣 把政务交给了丈夫 而威廉是地道的外国人 不熟悉英国国情 不会说英语 再加上谨慎木讷的性格 对政务也很少插手 这就给了议会政治成长的空间 如果换作一位亨利 或者约翰坐在王位上 事情可不会这样顺利 英国王权的第二次重大退步 是汉诺威王朝的三个乔治 乔治一世是德国人 和威廉三世的情形类似 乔治二世长期和王太子对立 家世混乱 无法强势 而且晚年出现了精神异常的征兆 掌控力下降 最重要的是乔治三世 这位封王在位长达六零年 半封半醒 王权经常虚致 最后的退步则是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后半期 这位女王年轻时 颇有伊丽莎白衣式之风 热衷且擅长政治 但是丧偶后 女王因悲伤而进入了半隐退状态 王权再次退步 每一次英国王权的退步 几乎都是以不成文的惯例形式固定 这是英国宪政体制的一大特色 好处是几乎没有政治纷争 社会分裂的沉重代价 一切都是润物戏无声的发声 坏处是 那些赌信白纸黑字的威力 流血才能进步的主义先生 不放心不满意 因此 如今王冠传到了第三个查理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毕竟第一个查理 丢掉了王冠和性命 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 至于那些 因为王冠承在的罪恶而期盼其跌落的热心抗坷 也未必有多少正义 他们只是希望成为新的加害者罢了 如果罪恶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点点好处 他们并不介意脏了自己的手 至于第三个查理 会不会终结英国君主制度 并不取决于他本人 王冠戴在他的头上 王冠之众确已经转移到整个英国社会 时至今日 国王也好 女王也罢 都只是王权的象征 真正的权力已经交到了每个英国人的手中 从这个角度讲 王冠似乎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因为璀璨的珠宝 在万人注视下熠熠生辉 是曾经的帝国荣耀 更是无数血污的痛苦教训 有打碎王冠为暴君欢呼的教训 有宗教狂热流血飘楚的教训 也有权力相争骨肉相残的教训 沉重的王冠 是显眼的警示 提醒着英国人 他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才从隐瞒走向了文明 这是传统的价值 是一个国家的无价之宝 本文作者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不关不语